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过去的观点 容易让你一尘不变 肤浅 我有的偏见 迷惑你有心的初见 浮现 幻然间发现 我们离最初的誓言 渐行渐远 你是否还记得 那个青涩的追风少年 有多少勇气褪迟在 那改变的瞬间 有多少双眼 期待下个奇迹再次出现 时间为你转身 因为你肯冒险 注定这不平凡的一切 把你坚强比我向前 一切交给时间 你会精彩呈现 勇敢和执着 许下心愿不灭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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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我昨天看到什么吗 什么 谢小飞跟一个女的在一起搂搂抱抱的 你在哪儿看到的呀 在罗宾的大官会所呀 你别说 我觉得那女的长得挺好看的 短头发 脸小小的 眼睛大大的 身材 反正我而是个男人 我可你 别别别别说了 别说了 别说了 咋了 葳葳 我对别人的八卦没兴趣 我想起来我还有其他事 我先走了 我又剩我一个人了 其实你们不知道 我特别渴望能够回国生活 小时候我妈每一次带我回来 我都特别开心 我觉得家乡比美国好多了 肯定是因为我骨子里 就是个中国人嘛 我来了 又忙的啊 你男朋友在这儿跟你说话呢 你还在那儿工作 谁送的 朋友 朋友 男的女的呀 跟你有关吗 跟男朋友难道没关系吗 说清楚 天宇送了 扔了扔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自己看看 这是室爱的玫瑰花 她送给了你 难道这说明不了什么吗 别人做什么事情我又管不了 那我也管不了 反正就是不许 先等你身边那些 莺莺艳艳艳的都不在了 你再来管我啊 我跟你发誓 我身边真的一个女人都没有 真的 一个都没有 所以呢 赶紧把那花给我处理掉 我现在立马给你定一个 最用心的 更好看的花给你 我不想让 两位领导 会议室全员到齐 可以开始了吗 不可以 可以开始 好 早 杨潇 昨天晚上跟谢小飞 今晚如何 一大早那么着急 就为了问这个呀 谢小飞果然如我所料 没有表面上那么傻 怎么说 她竟然猜到了 我没有内部矛盾分化 并且吃定我跟她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聪明地让我头疼 这有什么 你跟你哥哥关系不好整个集团的人都知道 这又不是什么秘密 她谢小飞只要稍微用心一点 就能打听得出来啊 我不觉得这有多聪明 你不会吃醋了吧 怎么可能 大师兄 你可一定要帮我抬下这个案子哦 不然 我会被我哥哥欺负到 干嘛呢 这 工作时间 胡闹 遵命杨总 是 人呢 怎么了 我问你人呢 开完会跑那么快干什么呀 我在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告诉你别太过分了啊 明明是你收了秦天宇的花 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拜拜 气死我了竟然敢挂我电话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订阅者已关机 田田啊 我 就这样 什么叫就这样 她这是脚踏两条船了好吗 呵呵 笑什么呀 你认识我姐太多久了 三个月 不到一个月吧 秦大哥喜欢我姐五年了 微微不喜欢她 她喜欢她五十年都没用 可我姐也不讨厌她呀 而且 作为朋友 秦大哥优点很多呢 优点很多 什么优点啊 秦大哥长得帅啊 她长得帅我算了 但是我就是看不惯 微微那么在乎 秦天宇送给她那花儿 我就是要让微微 把那花儿给扔了 怎么了 笑死我了 但是我就是看不惯 微微那么在乎 秦天宇送给她那花儿 我就是要让微微 把那花儿给扔了 怎么了 可我都嫌疲了 呢 为什么 怎么下班了不去约会呀 大人的事小孩小管 吵架啦 你说你 你收了仰慕者施爱的花 男朋友让你扔掉你又不肯 你又不肯 你又不肯 你这让男朋友怎么想啊 你又知道了 她跟你说的 你平时工作那么厉害 怎么一谈恋爱情商就那么低呢 是 你对天宇哥问心无愧 但是你想啊 这样谢小飞就会认为 你是把天宇哥当备胎 你是不是脚踏两条船 脚踏两条船的是他谢小飞 你怎么知道 好 行了 你 你 你也甭在我这儿待着 你赶紧出去 让我在这儿敬会儿好吗 我知道了 你生谢小飞的气 不是因为她让你扔花 是因为你吃醋了 我没有 再结合你突然对谢小飞 莫名其妙的敌意 难道她外面有人被你抓住了 她给你多少好处 你这么替她说话 没有 我是真心绑你们 别不止去啊 她刚才可怜兮兮的来找我 她那样子不像外面有人吧 我告诉你谁可怜 她都不可怜 真的啦 她吃天宇哥的醋 她气得要死啊 又没有人说 你俩是地下恋情 她只能跟我说 还被我吵骚了一番 你嘲笑的什么了 我就说 你又没有秦大哥帅 你又没有秦大哥有才华 有几个破钱 我姐还不在乎 你怎么说她什么反应 伤心欲绝 其实 谢小飞还是有她的优点的 你心疼啦 你说够了没有 你折磨谢小飞 折磨够了没有 好 坐小姐 坐 先生您好请我喝点什么 咖啡 好的 你说吧 前几天我已经私底下 找过谢小飞了 把我们目前 在集团碰到的一些困境 告诉了她 商场如战场 你这样暴露自己的底牌 不太好吧 谢小飞是敌人 但我哥是小人 我宁愿跟敌人做同盟 也不跟小人做朋友 谢谢您好用的咖啡 请慢用 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 那还有我什么事情呢 秦律师生气了 秦律师 跟童威发展得不顺利吗 这是我的私事 你也人都看得出来 童威跟谢小飞 绝对不是一般的初步关系 谢小飞欣赏童威 童威对谢小飞也一样不一半 我告诉你 童威是不可能看上谢小飞的 秦律师 我找你来是想帮你 但如果你一直拒绝我的话 我也没办法 你就等着童威被谢小飞拐走吧 等等 有什么事不能在家说呀 非要把我拽到楼下来 姐你等会儿 我上个厕所 你来干什么 我 我来跟你道个歉 对不起童威我错了 错哪儿了 好好说说 我 不该让你扔那 黑心大律师的花 一会儿 以后我给你买更好的 还有呢 还有 童威说你有你就有 感谢 为了 酷 啊 我 走开 那你跟那个赵晨熙怎么回事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因为这个事跟我生气啊 那夏珊珊跟你说什么了吧 她说你们俩都搂在一起了 都差点亲上了 怎么可能 那是绝对没有的事 这个夏珊珊 我救了她 她还挑拨离间了 什么挑拨离间 深珊根本就不知道 我跟你的关系 她只是把她当成八卦来跟我说 她为什么要骗我 那 我跟你发誓 我跟那赵晨熙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我私底下连句话都不跟她说 除了谈公事以外 你知不知道 你肯定不知道 反正 是这样的 你要既然不相信的话 以后我再去找她的时候 我给你打个报告还不行吗 不用了 那看你这个态度 应该是不生气了 谁 谁生你气 放开 不生气了 那那黑心大律师那花能扔了吗 好好 不扔不扔 黑心大律师花不扔 那你亲我一下呗 别生气了 上车我送你 你干什么 我得盯着点 免得要不然 没看紧别的男人又送你花了 你想太多了你 被你逼的 走吧 你别这样 你让人家看见咱们俩那么亲密 对对对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已经跟天宇说过了 让他以后别再送我 这么让人误会的礼物了 什么都不行 谁送你都不行 你说我跟别人谈个恋爱 别人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巴不得天天黏着我 你呢 在公司要维持这样的关系 出了公司 我更跟做贼一样 你说这 这哪儿叫谈恋爱啊 你跟别人谈恋爱 别人是谁啊 别 今天太阳不错 赶紧走吧 喂 赵小姐 小飞 叫我小夕 一大早有什么事情吗 小飞 你那衣服什么时候来拿呀 小飞 小飞 我还有事 先挂了啊 你听我说 我听着呢 那天她让我送她回家 我给拒绝了 她又说她冷 我才把衣服借给她的 你这么细诗呢 小飞 我错了 你没错 你做得挺好的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会跟赵晨曦私下见面了 我没有那么小心啊 反正现在大家都在工作嘛 你加油 你别生气了 我们走不上车 你不给赵小姐打回去啊 领导 周总叫你过去一趟 什么事啊 不知道 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走吧 嗯 您 找我什么事 帮我把门关上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有啊 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我 周总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她是不是知道了 不会吧 我跟小飞这么隐秘 您 您要是觉得我工作上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您可以直接指证我 我真没想到你 迟到如今还在骗我 你真以为你跟谢小飞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啊 马路上车库里 光我看到就不止一次了 我之前无数次地提醒过你 千万要注意跟谢小飞的距离 你是知道的 我们CEA是绝对不允许员工 过雇主谈恋爱的 说吧 你打算怎么办 周总 我一定会在大家面前注意跟小飞的关系 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的 不会影响到工作 你真以为你会演示得很好 你现在应该庆幸的是 目前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说 铺威 怎么了 你 你怎么怎么顾问 你怎么会上优 decorum的 什么啊 anks安可 你哪个人都想要 你也就想要 一样 我现在在我身上 每个女人谈恋爱的时候 都会觉得对方是与众不同的 所有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 也都是很美好的 尤其是像你们这种 被禁止的感情 更是三分的诱惑 七分的威胁 童微 你真的以为你足够优秀 足够理智 就能忽住这一切吗 你有没有想过 这段感情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 项目结束了 谢小飞回美国 继续过她的生活 而你呢 一旦感情曝光 你就不能再带CAAA任职 你的梦想 还有你要追求的真相 都会远离你 谢小飞可以承受 这段感情带来的后果 而你要付出的 可能是你之前为之奋斗了 将近十年的一切 不要做对不起自己和家人的事情 工作 感情 只能二选一 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 请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处理好的 可以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如果你要是一意孤行的话 公司不会把你怎么样 但是谢氏这个案子 你就不要再跟了 周总 我不是公司不分的人 我可以做好这个案子 现在还不是你说了算的时候 领导 周总找你说什么了 周总找你说什么了 崔崔 把我下午的工作都取消了吗 好 有些话 不想说 又激荡着你 对过去 这牛奶今天你必须得喝 这是对我体温的一种尊重 我听见了 你别老抓他行不行 看 看不出来我吃得醋了 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我们不合适 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你漂亮我帅气 你聪慧我锐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哪儿都配 这叫什么 这叫绝配 我喜欢你 你俩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不是 你认就认 有什么呀 没错我女的 作为男朋友亲你一下 难道不正常吗 我抬起心影的理 我们都回不去 有多少人用恨不得 来代替舍不得 有望不得 用所有形容爱不得 有多少人用恨不得 有多少人用恨不得 都装心想不得 又碰不得 来想想中为爱不得 想回的不是那种纹固自定 有多少人用恨不得 每个女人谈恋爱的时候 都会觉得对方挺重不同 你确定她对待战断感情的态度 会跟你一样的工作感情 只能二学一 为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我该怎么办呢 都装心想不得 又碰不得 喂 天语 喂喂 晚上一起看演出吧 演出吗 对不起 我 没那么夸张 没那么夸张 就是在酒吧里的 一个小型老板 都是你喜欢的音乐 我也很想去 但是 但是我不想给你 错误的信息 而且我现在状态特别不好 不想出去见人 我生日快到了 就当做是 当做是你送给老朋友的 一份生日礼物 可以吗 好 上次我帮你找到了你爸的饼记本 你说过要好好谢谢我的 你忘了 好 我怕了你了 最后一次啊 好 到时候去接你 拜拜 喂 在哪儿呢 小宝贝 很忙啊 很忙啊 啊 没有 在家里了 叔叔 婶婶晚上有点事找我 哎呀 你现在干嘛呢 想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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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什么呢 这么开心 没什么 一个朋友 哎哟 嗯 干什么 走吧 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呀 你下午给我打电话说 晚上有事必须要见面 我现在过来了 你又什么都不说 你们做生意的 是不是都这么磨叽啊 非总 好饭不怕晚 好事不怕慢 我 我中文不好 你别说些神闹的话行吗 走吧 爸 我等到你 我和你 你看 你 你 Dream a little dream on me Say nighty nighty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My love will know when you ask me Dream a little dream on me Stars fading but I'll leave around me 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來這兒 對呀適當的娛樂活動 可以加深了解增進感情 為以後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這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呀 你在這兒等我一下 黃曉堯同小姐在這兒見到你 張小姐你跟男朋友一塊來的 你好 請天雨 你好 找晨熙 幸会 幸会 赵小姐跟朋友来的 晓菲 好巧啊 在这里碰到佟小姐跟她男朋友 男朋友 佟小姐害羞了 谢谢先生 以来无恙 看来你在中国 过得挺好的 节假日 还有美女相拜 是吧 小飞 我们到那边去坐吧 谢谢 没事 放松一点 没有 因为那个赵晨曦 是我们现在的谈判对象 我只是 比较紧张我们的合作 我懂 但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希望你好好放松一下 享受点音乐 好吗 来 喝一点吧 要得救火车吗 你那眼睛已经冒火了 我们下班了 别批评哦 好 去吧 爱情 把人要去 什么都得为你 追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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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谢谢大家 所有人来到我的节目 都是爱人 如果你们真的爱着 说一下 爱 让它感受 我愿意让大家感受的爱 在我的节目 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准备了一个更新的优优 为大家 我们的温暖处 设置了一部分 我们的温暖处 做梦了 看着 我们的温暖处 看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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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着眼睛 看着眼睛 看着眼睛 他只是很感激 他每次都帮我们 我们一起来吧 你们准备好了吗 1 2 3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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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天宇 我现在有点不舒服 我想回去 我送你吧 贵贵 你先等我一下 我把车开过来 是 你这样想到会不会 你的身份 还是怎么回事 你咱们不要再考虑 天宇 你可能会把你绕择 你再去一点 被一尝 你恨不 nat 你事就被你绕 我要 我不想去 我 好 我 我跟赵晨曦只是 普通朋友而已 我跟秦天宇也是普通朋友 秦天宇喜欢你 那赵晨曦刚才还吻了你 要追究也应该是我追究吧 算了 我信了 你算了 你以后能不能别再单独 跟秦天宇约会了行吗 我跟赵晨曦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相信我好吗 同媚 我错了 我不该跟赵晨曦单独出来的 我更不应该误会你跟秦天宇 你原谅我好吗 都是我的错 小飞 谢谢你 给了我一个下定决心的理由 咱俩分手吧 咱俩分手吧 你说什么 我说 咱俩分手吧 喂 你等会儿再过来 再给他们五分钟 好 你确定这样有用吗 谁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爱慕的对象 当众跟别的异性轻弱呢 童谣不可能喜欢谢小飞的 是他 死缠难倒 这叫童谣好吗 随便你怎么说 只要今天晚上我们演的这出戏 成功了就行 我相信你跟秦天宇都是清白的 我就是吃醋还不行吗 你要是生气 你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 但是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行不行 我没跟你开玩笑 那你废诚 废诚要跟我说分手 你如果不喜欢我 跟女的单独在一起 可以 我跟你保证 我以后绝对不会 跟任何一个女的 单独在一起约会 不是约会 见面 我想跟你分手 并不只是因为今天的事情 我这两天想了很多 我觉得我们两个 开始得太仓促了 很多事情都还没有想好 我觉得我们两个 根本就不合适了 所以 就这样吧 不不不 我觉得一点都不仓促 你没有想好 我想好 你要分手 我不答应啊 不行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但分手只要一个人决定就好 对不起 我已经决定了要跟你分手 我真的决定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兄弟们一天了 没事吧 我该有什么事吗 也对 走吧 我来看你 我去找你 葳葳 早点休息吧 我先走了 天宇 怎么了 你以后不要再对我好 我们两个之间不可能的 我会继续努力的 我会继续努力的 不是努力的问题 我觉得 一段感情要么爱要么不爱 没有中间逆歹 是齐小杯 让你明白这一点 我到底比他差在哪里 你说话 我喜欢你喜欢了那么久 你们才认识了多久 你们彼此了解吗 我比他还要了解你 比他还要爱你 你为什么 就不肯给我这机会吗 如果是因为我以前的态度 给你留有了余地 我很抱歉 我希望从今以后 我们之间不要再有 这样的误会 早点休息吧 娜娜 今天晚上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了 一个吻 一个你赵小姐亲自送上门的吻 一个你赵小姐亲自送上门的吻 你让我说什么呀 你难道 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你想我对你有什么感觉 我告诉你 以前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现在我也不会喜欢你 以后更不会喜欢你 我对你 你肯定会喜欢你 我真的不想你喜欢吗 恰恰相似 你很招人喜欢 不然这个杨笑言 不会这么死心塌地地替你卖命 你怎么知道她 猜对了 是吧 我今天刚刚得知消息 政府又会支持三亚的发展 到时候也会有一系列政策上的扶持 如果你们现实再不展现成立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选择投资三亚那个独家村 无所谓 不相信寂寞就好 轰轰烈烈爱要沉草 给你个热情的拥抱 在最最热闹的街角 强调一定天荒地老 连一分钟都不能笑 不再会被轻易讨好 不想要就说不要 我只想爱我相爱的人 一起美梦成真 像被阳光追逐的清晨 不管爱会不会转身 我只想和我相爱的人 体会奋不顾身 在被日落永远的黄昏 享受这一刻的黄昏 我只想和我相爱的人 体会奋不顾身 在被日落永远的黄昏 享受这一刻的黄昏 全人 全人 人 人 人